我们上一课讲错了 那应该是加120年 我们写成了减120年 所以导致这个皇帝的 究竟出生日期 还是没有搞清楚 他们各个的这个运气学说 那个起始点 未必是一样的 但是 测试都准 而且 都有其 理论依据 但是最终最大的 那个 一定是一样的 我们不去纠结这些 等我再精神一些 看看他们这个 之间的 焦点 焦急 那大四天 五云六七 放在后面来讲 因为 他的理论根基 就是 最高的那门 补的学问 太乙神术 其中的 五元六计 做实践的指导 那说这个补 那就想到了 善意形象补 或者叫命相补 或者叫无补形象 或者叫 或者 总而言这都是一样 这是所谓玄 那玄学 就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 它发育 这个事物的起因 开始 的阶段的东西 幽远而深长 建为之助 其广大者无边 其敬畏者不见 那所谓 因为 艺学呢 其实跟玄学 都是 广义上是一个意思 它是 包括 理项数战 简而论之 理呢 就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 逻辑思维 万事万物 同样代表万事万物 无处不在 无处不用 但是百姓日用 一而不知 那所谓 理的运用 一 就是 言者 上其词 就是讲道理 讲课 做业务销售 会说 会辩证 阴阳辩证 所谓过去的 朴素唯物主义 实际上远远不知 那 唯物 的时代 你还没过够吗 什么是 物 什么是意识 哪个主导谁 谁决定谁 谁影响谁 我们从 刚刚开始 去年 录课的时候 就跟大家解释 最高的 科学家 都一直认为 意识的第一性 第一推动力 是谁 不知道 神来着手 研究科学家 最后 多少最伟大的科学家 最后才信 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门 没有这个缘分 其二者 相 那 讲天相 地相 人相 各种相 万物类相 类相 有同理 相 是变化无穷的 那数呢 123456789 加个零 那全部 这些构成 那相 数派大多 落于民间 我们下节课 把这个建数 跟大家说完